2006年动工 好自1138.5亿元建造的机场捷运即将通车 行进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园市 将台北车站、桃园国际机场、高铁桃园车站等交通枢纽紧密结合 机场捷运全长51.03公里 从台北车站A1站起共21站 民众从台铁的台北车站地面层 可走西侧或北侧到A1车站 台北车站地下一楼 也有前往机场捷运的导引标志与联络通道 直达车从台北车站出站后停靠5站 预计台北到桃园机场第一航下约36分钟 普通车每站停靠 要到高铁桃园站需搭乘普通车 台北车站到环北站约需74分钟 直达车和普通车才统一票价 民众可置购票机买票 或使用悠游卡、e卡通等智慧卡进入闸门 出境民众可在台北车站进行预办登机与行李托运服务 最慢是当天搬机起飞前三小时办理行李托运 民众行李从报到柜台以输送带汇集 运送到工作区进行人工装填之后 行李柜再以自动输送系统送上直达车第五节的行李车厢 列车抵达机场后最后再汇入桃园机场的行李分解系统 民众抵达桃园机场后若已经在台北车站预办登机 可直接办理出境再前往登机入口即可搭机